马来西亚莲花黄芙龙问的 鼎里师尊请示师尊 曾在1990年到过马来西亚新山 传了对日智慧法 和大日智慧法 弟子想问 对日智慧法 书上写修法时间 在太阳上升三丈的时候 是否在早上九点到十一点之间修 还是在八点到九点之间修 修法一次要做多少个深呼吸呢 是应用保瓶器吗 是应用保瓶器吗 另外还有一个大日智慧法 一天要修三回 如果时间不足 只是早上修一回可以吗 每次要修多少次呼吸 是用完全呼吸 还是保瓶器 大日智慧法 和智慧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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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里面 二则有何不同 最后的功效和成就都一样吗 是修了大日智慧法和对日智慧法 是否具有披甲附身的作用 弟子 莲花胡隆 关于大日智慧法 跟对日智慧法 大日智慧法 在十真文集第九十八 法海勾弦 归一大日宏光一文中 此法言是非常隐秘的 是口耳相传之法 是青莲花童子的秘密法 常行此法的人 解脱有期 对于有心人 只能密室之 这个法不能摇灌顶 须亲自向根本上师秦法 这个答案已经有了 大日智慧法 是口耳相传 十法不能传六耳 六个耳朵 十尊有两个耳朵 你有两个耳朵 就四个耳朵 加那一个人 都不可以讲 所以今天一样的 大日智慧法 是不能够公开讲的 法海勾弦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一法不能传六耳 也就是说 只能够口耳相传 我对你说 一个人讲 不能够对地 让第三者知道 所以你要知道 大日智慧法 到西雅图雷藏寺来 而且要住久一点 要住久一点 我再把所有的法 再跟你说 对日智慧法 是可以求摇灌顶的 在五见日修 五见日 你知道吗 在农民地里面 我们称为通书 里面有农民地 那么在香港 就称为 通圣 通圣 我们讲通书 是书本的书 香港人比较好读 现实 爱财 香港人比较现实 而且他们 你看 他们吃个饭 都要打麻将 就要读啊 所以 我们台湾人 称为通书 到了香港 就变成通圣 通通都赢 他就忌讳 那个书 那个字 所以我们出家人 在台湾很吃香 看到我们出家人 他们都会合掌 香港人看到出家人 就是 哎呀 今天倒霉了 今天 倒霉 输光光 通华光光 他们认为是输光光 海德以前 给我剃度的果弦 果弦上师 从电梯出来 香港人一看到他 哎呀 完了 倒霉啊 结果 那个果弦 把他们叫过来 叫醒一顿 出家人是福田生 福田 有福田的生 看到我们是有福的 怎么可以称为倒霉 但是香港人不信 反正看到出家人 头发剃光 他们就说 今天不赌博 因为会输光光 五剑日修 什么是五剑日 告诉你很简单 这个通书里面 打开来 里面有除日 有收日 有定日 有剑日 差不多吧 十二天 就有一个剑日吧 还是几天有一个剑日 十二天当中有一个剑日 你就在剑日修就可以了 面对大日出生 也三四丈时 告诉你 日出的时候 你看到太阳的时候 那个时辰 就对了 在你家的阳台 看到太阳刚刚升起的 那个时候 就对了 三四丈时 不是讲时间 十一点 太阳已经快要日中了 不对 太阳出生的时候 好像你看到 你家里看到山 太阳从山那边上来 它升上来 刚刚出来的时候 在你家里面 遇到剑日 你早上起床 太阳几点 刚刚出来的那个时候 抓住那个时间 是立胸 以心对日 吸一口气 唇响气 一日光 融入心中 聚入心中 避气三席之久 愿意三变 这样会吧 太阳刚刚出生 你看着太阳 出生的太阳 还不会让你 红红的 还不会让你眼睛受伤 不能够直视太阳 有时候看太阳底下 如果这个太阳 已经很厉害了 你不要直接看太阳 会伤到你的眼睛 看太阳 看太阳底下 把太阳观想的光 跟你的心结合在一起 唇响气 你吸了一口气 完全呼吸 吸了一口气 跟太阳的光 一起进入你的心中 闭住呼吸 三变 什么叫三变 呼吸三次 叫做三变 然后呢 把唾液 吞下去 吞三口唾液 吞三口唾液 念咒 太阳散灰 垂光纸巾 来入我坟 照我五行 窃鬼破灰 使心凭正 内侧酒气 外通 太阳 非生上清 一路已定 利令 悉 念完咒以后 用你的手 揉眼睛十四遍 刻齿 扣齿 十四遍 吉祥圆满 五件日 请查 通书可得 这样会吗 应该我书里面也有写吧 对日智慧法 对啊 就是书里面有写 每一个见日都可以修 每一个见日都可以修的 所以这个已经很清楚了 对日智慧法 可以求摇观 我告诉你 这个法修了 你身体会变成清净 身体里面 具有阳气 阳刚之气 修久了 可以直接 成仙了 成仙了 不是你没有洗澡 很多天 身上有仙 这是一个纯详法 纯详 你知道什么叫做纯详 在道家的修行 在道家的修行 用纯详 我们密教的修行 就叫观想 把太阳的光 跟气 跟吸口气 结合在一起 进到你的心中 闭住呼吸 三息 然后 你可以 厌溢 厌溢三变 厌溢三变 厌溢 就是你嘴巴的唾液 年纪大的人 是绝对没有 没有这个唾液的 年纪轻的 才会容易留下唾液 唾液很重要 我现在还每天还愿意 我每天还愿意 真的 愿意 你没有办法愿意的 你可以眼睛闭起来 想想酸梅 酸梅会让你流口水 这个叫做厌溢 没有唾液 不会发出那种声音 这个法非常好 这个法可以摇灌顶 这个法非常好 你们实在没有 没有时间修行 或者怎么样子 五见日 很好找 你碰到见日 你就记得 明天是见日 你今天早上就起床 起得早一点 太阳从那里伸过来 你就站在那里等 当他刚升起来的时候 你眼睛看着太阳 那时候太阳还可以看 红红的 不会很亮 把你眼睛射 住宿的太阳 住宿的太阳 把他的光全部吸进来 然后纯响跟你的气 放在心中 那是修行纯阳的法 你的一样可以修 纯阳的法 练久了 你全身都是阳气 李纯阳 为什么叫李纯阳 李东斌 为什么叫李纯阳 因为他已经完全修成阳气 叫做纯阳 这是呈现的方法 那跟你讲的对日智慧法 大日智慧法 是必须要口耳相传 而且不能够摇灌顶 咱俩在跟你讲 大家再跟你讲 是大日智慧法吧